227 聯合報 臨清界新片《水女蛇搖取景》 2015年7月15日南投新聞 B.3N.黃宏基水女報導有學生電影之父知稱的臨清界導演 入行以來第24部電影奇幻同學會昨日到水女蛇搖取景 他說,這次描述學生報入中年遇到人生諸多問題 透過幽默劇稱,演繹劇中人的人生故事 結局保密但保證奪人眼淚 臨說,拍攝場景從青年高中到台南酒馬奶農場 水女蛇搖至日月潭等,除了拍戲環行銷觀光 奇幻同學會演員李希民、江哲、黃彩華、黃瑞 丁力奇、鄭靚音、托中華、徐尚意 吳凡及多名青年中學影視科學生 昨天在水女蛇搖拍攝劇中人報入中年後 到蛇搖辦同學會,吸引很多遊客要求合影 演員大方擺PERS合影,贏得遊客喊讚 臨清計說,之所以會用奇幻同學會作片名 是因為高中畢業後二十多年不見,同學在碰面時 每個人跟在校期間模樣大不相同 其中最讓人感到奇幻的是外號大頭仔的布雷克 在校時是體育隊,畢業後運黑道愛打架 再次相遇,竟然成了為人始點迷津的大師 水女蛇搖就是大頭仔的家 同學親自登門草訪邀約參加同學會 看道他的改變,莫不敢嘆世時多變